自從雨傘運動之後,很多年輕人對社運的看法不同了 也多了人質疑支聯會對六四的悼念流於形式化 更加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念 同支聯會並肩作戰27年的學聯 今年也決定各走各路,還說明不會出席維園的燭光晚會 年輕人提出不再悼念六四 令到目睹當年血腥鎮壓一幕的香港人難以明白 悼念六四是否需要畫上句號呢? 還是換過一個更加有活力的方式去悼念呢? 當年過百萬香港人上街 為爭取平反六四付出過不少血汗 六四已經不單止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亦都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這個作為香港的經歷是上一代的經歷 六四其實對於香港人 年輕一代是沒有特別的意義的 民主軍全中國 心情一定會有點唏噓 因為過去26年 其實學聯在八九民運的工作上 都有各式各樣的參與 今年正式斷了很多這些工作 其實現在的支聯會有三個學聯成員 蔡耀昌、你和我 支聯會常委盧偉明 15年前曾經擔任學聯副秘書長 他說學聯以往除了自己舉辦六四示威之外 和支聯會又緊密合作 不少學聯領袖被推舉出任支聯會常委 成為悼念六四重要的生力軍 2000年 支聯會更加以身火相傳作為大會主題 期望將平反六四信息延續給下一代 盧偉明當時是領大學生會會長 在台上代表大專生發言 思考流通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意義 抹黑這一陣外國民主運動的崇高本質 2005年開始 支聯會更加刻意安排 無論遊行牽頭、晚會獻花、點火句 都交由學聯代表負責 不過去年雨傘運動後首個六四維園集會 有學生會反對學聯出席活動 支聯會只能邀請到四間大學學生會參與 今年連一間大學學生會 都無法邀請 過去我們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法 找學聯、找學生會 已經是很清楚一個學界的參與 去身火相傳 我們現在預計在短期之內 這個方法可能也不容易達成得到 相比於我們還未出生前的慘劇 在雨傘革命當中 一棍又一棍揮下來的血腥暴力 一個一個的催淚彈 我相信是對於我們這一代而言 更有意義 雨傘運動爭取普選失敗 學聯面對院校退出浪潮 十一間大專學生會表明 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 轉移於中大令教論壇 意圖為六四對港人的意義重新定位 回歸本土問題 又將矛頭指向支聯會 批評他們霸道 數人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總編吳桂隆 更贊民指責支聯會 只懂得用無力心態 恰求中共平反六四 由於妓院的保姆歸公 有拐少女受惡 我們不應該再奢望 中國會主動在中國的領域 進行任何民主改革 也不應該奢望 他會賜予我們民主 而是我們香港人應該自己走自己的路 雨傘運動後 部分年輕人延續拆大台的心態 拒絕出席支聯會舉辦的悼念活動 不過90後 社工是大專生何俊昌 經歷雨傘運動之後 先首次參與六四燭光盲會 雨傘運動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啟蒙 會是想多些參與一些 在社會不公義上發聲的一個推動 對六四這件事就會有更多的好奇 就是中國民眾爭取的民主 跟我們香港當時爭取的民主 是否會有些關係 學聯克爾和支聯會切割 何俊昌就同一班社工系學生 以行為藝術宣揚六四民主精神 他認為現在的分裂是過渡期 希望學界和支聯會對六四的看法 將來能夠找到共識 否定建設民主中國 其實不代表我們要否定 整個八九抗爭背後的民主理想 不代表我們要否定當年的記憶 周雪峰說 要他們重新參加支聯會舉辦的 悼念六四活動 並不是不可能,但有條件 不要再堅持僵化儀式 我們撤走唱歌,我們撤走燭光 我們僅僅當晚作為最低限度的集會 傳承當年的抗爭精神 如果我真的將六四晚會整件事 是回歸到最本質上的悼念 我認為我沒有不出席的理由 我記得那一晚 為了吸引年輕一代參加六四晚會 支聯會今年首次拍宣傳片 表達雨傘運動和六四的本質 是一脈相承 我真的很生氣 也不明白為何他們要這樣做 回想起昔日學聯和其他香港大專生 在北京和市民共度苦難的情境 盧偉明百感交集 學聯的代表和內地的學生在天安門 一起度過了一段日子 在屠城的一刻的時候 很多內地人願意冒險去救香港的學生 和香港的市民 希望他們能夠回到香港之後 將這一段歷史向全世界說回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是有一個責任 將這件事繼續向全世界說 你們找這個議宣傳出來再說吧 過去二十多年來 支聯會面對無數次政治打壓 都無畏無懼,堅持悼念六四 把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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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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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9月立法会选举港岛区将会少一席,只剩六席 争多足少的情况之下,文建联决定 只是派出副主席张国军一条名单参选 而打算寻求连任的钟树根就成为了牺牲品 我作为文建联的现任议员,竟然不获推荐争取连任 对于众委会这样的决定,我感到非常违陷和无奈 文建联钟树根昨晚在社交网站上载短片 表达对文建联今次决定的不满 文建联主席李慧琼解释是无可奈何 如果是出两条队的话,出现了互相争票 甚至有一个机会出现最差的情况 就是连一个议席都没办法保得住 但对于文建联的决定,钟树根就很不服 你究竟怎样做主席 为何要我拍摄的事呢?我也不知道为何 为何不去争取两句呢?是吧? 为何要自己去缩减自己的实力呢? 甚至可能会做到我们的地盘流失 支持者也会转去支持其他人 这个对文建联日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钟树根在九一年当选东区区议员 2012年才首次当选立法会议员 去年区议会选举,文建联仍然有帮钟树根助选 不过最终,他输了给首次参选的徐梓健 面对港道区由七席变六席 而同属建制派的新民党和工联会 又没有表示会退让之下 文建联决议保住张国君一席 唯有牺牲钟树根 他们觉得赢到四季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放弃的话,首先放弃钟树根 我想这个反映了整个建制派阵营 在今届港岛区的移植减少情况 还有新的不明朗因素 例如曾树成不再选了 加上黄维基、尖培忠这些 其实人人可能会高知名度 可能会分拨部分票员的情况下 他们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 除了计算议席数目 马俄认为文建联亦都希望藉此换血 中选当过往四年的表现都给人的感觉 似乎可能他的发言 或者他的英文水平等等 可能都在网上被人嘲笑 对于文建联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在这个阶段 扶植张国昆 或者另外一些比较年轻的形象 比较干净的候选人 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 是代表文建联参选 上一届也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票数 而文建联是考虑用一个新人上去 我觉得战略上是否有些问题呢 现在这些政治环境里面 就算是友好的政党 都是互相竞争的 这个社会不进则退 你自己选择退却的路线 那是不是自己要想想 各个后果是不是会怎样呢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建策冲政 立足专政 历州民主 历州民主 平反应 风格 興瑛 讨 lie 若 于 难以 都 可 疯 因 刚 能